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人们用来表达和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何将声音转换为计算机能够存储、处理、传输的二进制数呢? 就请同学们跟随老师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小雅小达 听说你们的电子书出了新的版本 现在不止可以看书 还可以听书啦! 老师 你也知道了呀 因为有声书可以解放双手 不会影响视力 方便随时聆听 所以我们试着录制了音频 你们真的很有想法 就让我先来欣赏一下吧 好的 欢迎 听得出来你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老师 您过奖了 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正好想到了一些问题想向您求教呢 是什么问题? 你们说说看 老师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声音是振动产生的波 它到底是经过怎样的加工 才能转变为计算机可以存储和处理的二进制数据呢?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两种不同的信号 我们知道 在自然环境中 人们可以感知各种各样的信息 例如水流速度快慢 环境温度变化 空气污染情况等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连续的状态表示出来 也可以通过离散的状态表示出来 例如 要测量某日气温变化情况 普通温度计就是通过里面红色的液体 连续移动的状态来表示温度信息 数字温度计则是以离散的状态显示温度信息 按照取值特征 就可以将信号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的值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 波形光滑 数字信号随时间的变化是非连续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01的形式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虽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信号 但它们在传输过程中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例如用录音设备采集到的语音 最初为模拟信号 通过转换设备 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并以二进之数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 同样也可以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并通过播放设备播放出来 三国演绎 声音作为一种以声波形式传递的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 要转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数字信号 需要经历采样和量化两个步骤 那采样需要做什么 量化又需要做什么呢 采样 就是采集模拟信号样本 常用的方法就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 在模拟声音信号的波形上 采集一个个样本值 每秒钟的采样样本数称为采样频率 单位是赫兹 采样的过程就是按一定的采样频率 测得一个模拟量值序列 量化就是把采集到的模拟量值序列 转换为一个二进之数序列 量化的过程主要是这样的 首先确定量化位数 也就是每个模拟量值用几位二进之数表示 比如我们可以设定量化位数是三 其次按照量化位数 将声音信号的整个阵幅范围 划分为多个量化级 比如我们这里将其划分为八个量化级 量化值范围用实进之数表示 就是零到七 再次确定每个采样点的量化值 将采样得到的各个样本的模拟量值 按一定的规则进次到某个量化值 如图中 第一第二个采样点量化值可以取二 第三到第五个采样点量化值都可以取四 后面第六到第十个采样点的量化值取值 都可以以此类推 然后用二进之数表示这些采样点的量化值 因为量化位数设定为三 即每个量化值用三位二进之数来表示 所以第一第二个采样点的量化值 用二进之数表示是零一零 第三到第五个采样点量化值用二进之数表示是零零零 后续采样点量化值用二进之数表示的情况 也可以以此类推 最后就形成了一组二进之数字序列 所以对声音编码的常用方法 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采集声波的振幅 并将其转化为二进之数序列 其中采样就是采集模拟信号样本 量化就是把采集到的模拟量值序列转换为一个二进之数序列 在声音编码的过程中 这些二进之数序列可以被存储为不同编码形式的文件 如常见的Wave格式、MP3格式 老师,我发现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数字信号 和原来的模拟信号相差有点大 确实如此 其实,这也代表着声音的还原质量不太理想 小雅,结合之前的学习 你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建议呢? 老师,让我好好想一想 老师提醒你一下 现在采样点的数量是十个 你觉得是否需要增加采样点的数量呢? 对的,老师,如果同样的时间里 采样点数量多一点 应该可以改善声音还原质量吧? 那就让我们试一下吧 现在我们提高采样频率 将采样的时间间隔缩短为原来的一半 那么同样的时间里 声音采样点数量会增加为原来的一倍 从原来的十个变为二十个 小雅,你来确定一下每个采样点的量化值吧 好的,老师 第一个采样点量化值取三 第二个采样点量化值取二 可是第三个采样点正好位于量化值一和二之间 那取什么值呢? 而且不止这个采样点 后面也有类似情况的采样点 可以设定规则 将它的模拟量值近似到某个相邻的量化值 不过,这中间容易产生误差 也会影响还原的质量 小达,你有什么主意吗? 老师,我觉得在同样的范围里 可以划分更多的量化值 是个好办法 让我们来实验一下 原来是八个量化值 现在可以增加到十六个 小达 你能说说前三个采样点量化值的取值吗? 好的,老师 第一个采样点量化值取六 第二个采样点量化值取四 第三个采样点量化值取三 正确 按照这样的方法 可以让尽可能多的采样点 对应到比较准确的量化值 现在是十六个量化值 需要设定几位量化位数表示呢? 小达 根据我们之前学过的二进制位数 与编码个数之间的关系 二的四次方等于十六 所以这里需要设定的量化位数等于四 小达,请你继续说一下 前三个量化值对应的二进制数吧 好的,老师 量化值六用二进制数表示是0110 量化值四用二进制数表示是0100 量化值三用二进制数表示是0011 所以,按照这样的规则 每个量化值都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 最后就形成了一组二进制数字序列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就又一次完成了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采样频率越高 单位时间内得到的声音样本数据越多 对声音信号波形的表示越精确 量化位数越多 划分的量化级越多 量化值就会越接近各个样本的模拟量值 声音的还原质量就越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列一列吧 某段音频的采样点和量化值范围如下图所示 其中一个采样点的量化值为6 用二进制数表示是怎样的呢 小雅,你能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道题吗? 好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量化值范围是0到255 2的八次方等于256 所以每个量化值都用八位二进制数表示 这个采样点的量化值为6 所以用八位二进制数表示就是0000 回答正确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了解采样频率量化位数 与声音还原质量之间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着关系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自己的耳朵来感受与判断一下吧 第一段声音的采样频率是16000赫兹 量化位数是16位 时长8秒 单声道 三国演绎 作者罗冠忠 滚滚长江东试水 浪花淘尽英雄 第二段声音的采样频率是4000赫兹 量化位数8位 时长8秒 单声道 三国演绎 作者罗冠忠 滚滚长江东试水 浪花淘尽英雄 怎么样 两段声音效果的差异性应该非常明显吧 老师 那么声音还原质量越好的音频文件 是不是存储数据量就越多 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计算一下 让数据来说话 老师 那怎样计算声音的存储数据量呢 其实 计算方法 已经隐藏在我们之前对声音进行采样量化的模拟实验中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小雅 这段声音经过采样量化以后 最终形成了几位二进制数组成的序列呢 老师 因为一共有10个采样点 而每个采样点的量化值 都是用三位二进制数表示的 所以一共有30位二进制数 你答对了 那你能判断一下声音的存储数据量计算和哪些要素有关吗 好的 老师 根据我之前的分析 我觉得声音的存储数据量取决于一共有多少个采样点 以及每个采样点的量化值 用几位二进制数表示 采样点数量肯定和采样频率有关 因为采样频率是每秒钟的采样样本数 一共有多少个采样点 还需要知道声音的时长有几秒 而每个采样点的量化值 用几位二进制数表示 就一定和量化位数有关了 你归纳得很不错 但是老师还需要补充一点 之前我们实验用到的声音都只是单声道 单声道是只用一个声音通道记录声音 除此之外 还有双声道 也就是用两个声音通道记录声音 每次会生成两个声波数据 因此 在统计采样点数量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采样频率和时长之外 还要了解声道数 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在其他参数相同的情况下 双声道的采样点数量会比单声道多一倍 老师 那声音的存储数据量 是不是就是这次的要素相成获得的呢 你说的没错 所以 声音的存储数据量的计算公式 就是采样频率 赫兹 乘声道数 乘时长 鸟 乘量化位数 bit 除以8 单位是字节 第一段音频文件的存储数据量 小达 你能计算一下吗 好的 老师 这段声音的存储数据量等于采样频率16000赫兹 乘声道数一 乘时长8秒 乘量化位数16位 除以8等于256000字节 除以8等于256000字节 计算正确 小雅 那第二段音频文件的数据量计算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老师 第二段音频文件的存储数据量 等于采样频率4000赫兹 乘声道数一 乘时长8秒 乘量化位数8位 除以8等于32000字节 通过这两段音频文件的比较 我发现采样频率越高 量化位数越多 声音还原的质量就越好 存储数据量就越大 你归纳得很好 标准CD音频格式采用的采样频率为44.1000赫兹 量化值用16位二进制数表示 声道数为双声道 那么每秒的存储数据量又为多少千字节呢 哪位同学能来计算一下 老师 我可以试试 不过 我不太能确定 44.1000赫兹具体是多少赫兹 44.1000赫兹 就是44.1乘1000赫兹 也就是44100赫兹 谢谢老师 这样我就知道怎么计算了 所以44.1乘1000乘2乘1乘16除以8 单位是字节 需要再除以1024把单位 软换到千字节 最终计算结果约为172.3000字节 回答正确 小达请同学帮忙录制了一个采样频率为44.1000赫兹 量化位数为16位 时长为34秒的立体声双声道的朗诵音频文件 在这些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为增加作品效果 在原作品上配置了一段背景音乐 最后合成作品的存储数据量是多少 小达你知道吗 老师 我能计算出原作品的数据存储量 是44.1乘1000乘2乘34乘16除以8除以1024除以1024 结果约为5.72兆字节 然后在原作品上 又配置了一段背景音乐 那合成作品的数据量 一定是超过原作品的 但具体是多少我不是很确定 那还是让我们通过实践来找出答案吧 首先 在软件中 分别打开两段音频文件 三国演义 罗冠中 小达 请你注意观察一下朗诵音频文件的相关参数 好的 老师 我看到了采样频率是44100赫兹 立体声双声道 时长是34秒 量化位数是16位 接下来 我先选中背景音乐 复制 再选中朗诵音频文件 使用混音命令 就完成了朗诵与背景音乐的合成 三国演义 罗冠中 小达 请你再观察一下合成音频文件的相关参数 看看是否发生了改变 好的 虽然波形和最初的朗诵音频有差异 但是采样频率 声道数 时长 量化位数和原来是一样的 老师 这说明合成作品 虽然听上去和原作品不同了 但是根据这些参数 加以计算得到的存储数据量 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 仍旧是5.72兆字节 很好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还是要从计算声音存储数据量的相关要素入手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学会了区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体验了声音编码的基本过程 了解了声音编码的基本原理 掌握了声音存储数据量的计算方法 在声音数字化的基本过程中 通过采样和量化两个步骤 可以将声波模拟信号转换为对应的二进制数序列 采样频率越高 单位时间内得到的声音样本数据越多 对声音信号波形的表示越精确 量化位数越多 划分的量化级越多 量化值就会越接近各个样本的模拟量值 同学们 接下来请继续完成思考与讨论 同学们 在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中 我们经历了声音数字化的基本过程 了解了声音编码的基本原理 知道了采样频率 量化位数对声音文件大小及效果的影响 希望你能及时做好梳理和归纳 做到温固而知心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订阅